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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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然后香菇 鲜香菇 新鲜的香菇 鲜香菇两支 外加一点点黑木耳 我们的黑木耳特别棒 这都是东北的小耳朵 像这道菜的传织蜜就是这个酱油 这里是重点了 老抽用的是海天的老抽 那么生抽用的是冬谷酱油 这样调和出来的味道非常接近我们小时候知道的基本酱油的味道 也就是说你用两种不同的酱油调配出小时候我们吃的 有一点手工晾造的古早味道的酱油的感觉 下面我们酱油切一下 不要切太薄 大概5毫米厚 用切片就可以了 我们这个毛豆因为已经出过水了 现在我们就开始烧准了 这道菜的特点 油就不能太少 放入生姜 先开始煸炒 好 油热了之后 把这个香菇首先放下去煸炒 先放香菇 这个香菇是应该很吸油的 是的 这个菇类的所有鲜都是通过煸炒以后 把那个鲜味掉出来 还能把鲜味掉出来 然后放入毛豆 这个热油的时候水分一定要把它滤干 牛肉 为什么吃肉还是肉吃的 中国自古以来都将鲜河上受到新欢提胖 下面放入老抽 先放老抽 对 这个顺序也是有讲究的 这个老抽一放颜色就起来了 是的 然后来一点生抽 调酒 绍青酒 绍青酒 因为炒酥烧菜从来都是用大量的黄酒 我一般不用水 只用黄酒 这个蔬菜里面我们用黄酒 也可以让这个蔬菜变得更加去掉一些豆腥味 一定要这个菜的暖气 现在我们吃的东西都太韩 所以要去吃它就很韩 所以我们就加多加油黄酒 此处有暖 越来越香了这个味道 然后白糖 白糖注意一定要多 要稍微比平时做菜要多 多一倍 多一倍 盐不用放很多 还要放盐吗 一点点就可以了吧 一点点就可以了 最后放鸡精 一点点鸡精 我们做菜就尽量用我们的菜本身的鲜味 这个我们就可以去锅了 真的是好香啊 好 这盘菜就烧好了 别看不好看 可能一定好吃 下饭 酱烧毛豆 是的 我给大家带来的这道酱烧毛豆 它表面上看上去没有那么光鲜 但它真的很好滋味 真的很开胃可能 我们现在的世界 有的时候 真的不是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 有的时候 我们真的不能相信我们的眼睛 只有亲身去感受 才知道各种的真滋味 什么滋味 感受的很重要 今天吃上一碗特别有滋味的酱烧毛豆 然后搭配干拌面 然后再喝上一杯浓浓的这个舒服 我觉得特别的舒服 对不对 如果今天菜喝茶 让你有这样的感觉的话 我觉得我很成功 我觉得总结为两个字就是满足 一切的美食 一切的好茶 就是为了让人开心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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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